机智 果断 冷静 有智慧 理性 重情义 你可能会打通你的人独二脉 演员哪有不希望自己被提名 都讲了 但是想跳脱出一个困局 你就得进入另一个困局 这就是人生的哲学 各位唐卖VIP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电影《消失的她》的主演妮妮 翻牌就现在 是她的剧本 因为当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是一气呵成看完了 看着开头中间也猜不到结尾 悬疑感重 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机智 果断 冷静 有智慧 理性 重情义 她非常敬业的《全城在场》 也是调戏 她了解剧本 因为她很早就要制作这个 我现场导演是新人 她肯定也是要在边上的 给导演基本上全部的戏吧 她都会在 很多的一些想法也是 她会给演员和导演很多帮助吧 我觉得这个故事会赋予里面所有的角色 非常多的魅力 不光是陈迈这个角色 包括龙哥 永山还有杜江那个角色 其实都有很多的反转 我觉得就是因为剧本足够好 加上人物足够丰满 加上这样的人设也是第一次尝试 过瘾就过瘾在 一 稀有 二 类型片 三 迷迭重重 四 观众猜不到结尾 五 观众感动 喜爱 完美 那机车不是我骑的 必须得承认是替身骑的 因为我本身我没有摩托车驾照 不能骑 我想骑他们不让我骑 那有没有什么意思 后来就想学一下 想学 想学 我老早就想学了 首先骑机车本身就是一个 如果操作不当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起码你必须得花时间去学吧 你不能够就这么一天 就不可能 你要对自己负责 那是生命安全啊 后边一直是有这个打算 我也在看 你下载一个APP 你直接上网学那些 后边就一部戏接一部戏 中间就没有停下来过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暂且搁浅了 但是还是会会学 但我先把机动车驾照拿了吧 很难去说一个演员 跟他的角色 会不会有什么相似 有什么不相似 你一定是有相似的 导演都是聪明人 大家都会找 可能在某些方面 非常相似的人 去塑造这个角色 首先他要有相似的地方 他才能够被导演看中 他跟他闺蜜的情感 他的闺蜜对他来说 是一个拯救他的人 最后在他小的时候 屋里无援 到了国外 被闺蜜救了一命 相依依如命地 在一起成长 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这样一个救过他命的人 这一切 就是他所有行为的一个动机 你相信了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本能的情感 对于这个情感的相信 你会本能的就是出来 真实地去感受 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感情 你要相信他的存在 你要相信他遇到了这个事情 你要相信所有 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本能 不是顺拍的 很难顺拍吧 有电影场景的原因 有的时候这个场景先预约下来 只能在这个时间拍 那就只能是不按时期拍 但其实这样的拍摄方式 会增加很多 困难还好吧 因为虽然说剧情反转反转反转 但是你也不能演预知啊 就演当下 我以一个律师的身份 我想知道真想 帮助他破案 中间发生各种事件 你就演这个当下就好 其实没有说要 为了增加表演的难度 好像要演阴谋诡计 没有 这样观众就猜出来了呀 在前面就已经会猜出来 这个人是好人 这个人不是好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知道龙哥其实在演这个戏的时候 他有设计 因为他长期服药 然后导致精神会有一些不太正常 他设计了一些 这些眼部的那些那些动作 但是我这个人物其实还是 起码在以律师的身份 我是在破案 我是处在一个比较理智的那一端 没有什么特别情绪失常 或者精神失常的东西 真正演戏上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想法 就是在最后那场戏 去监狱探监 然后说完回头 那时候可能是我全篇 唯一落泪的戏了 前面都比较隐忍 尘埃落定的前提下 我可以完全地发泄出来的 那样的一场戏 一场戏大概有拍的吗 当时拍了多少条 六条 有吗 你们看的一场戏是连贯的 但是演员在拍的时候 一定是分开拍的 因为讲鸡尾嘛 对吧 就一遍一遍的 但是龙哥也特别配合 就是我善善的 然后从转身开始拍 但是那个龙哥也会 非常nice的 就会跟我配合 把前面的一些台词 要讲到一定的情绪 要不然就一下太跳了 我目前能力还没法达到 一下转动 一下立马落泪 可能不行 我很多场戏 他那些发飙的戏 还有包括最后那神经质 被躺在那个手术台上 整个就在一个 非常神经质状态 包括最后探监 探监那种特别 神经不正常的 那个状态 包括知道真相之后 先是那种笑着的 然后一下转脸 变成了另外一个 就有点那种joker 对那个感觉 那种神经质 大概走一个台词了 走一个位置 尽量不要在 试戏的时候出状态 因为人演员的状态 其实非常宝贵的 有的演员他可能 他就试戏的那边状态最好 后边就没了 大家都会走一个 大概的位置 因为你要照顾到摄像机 你不能这个摄像机 在这你走到别的位置上来 他没法拍 你再好的状态都记录不到 要话剧吧 因为知道自己 没有舞台经验 也没有学表演的经历 舞台剧一定是阻碍非常大的 但是想跳脱出一个困局 你就得进入另一个困局 这就是人生的哲学 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不痛快 就当你在一个里边 不知道在如何进步的时候 你找到另外一个 让你去思考和发散的事情 你可能会打通你的人独二脉 你可能会找到一个 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或者说是生活方式 不管哪一点 对你来说都很重要 我觉得演员你得找到 找对生活方式 因为演员演员 演生活 演人物 你自己本身没有生活 你是很难去塑造角色的 当然我也不能说话剧的作用 立竿见影 这也不现实 因为本身演话剧 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 你要想通过这件事情觉知 那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 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体验 它的确让我在演其他戏的时候 让我信念感增强了 这个对我来说 就会比以前会进步一大快 所以就是很好玩 就是当演员很有意思 我只能说话剧跟影视剧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比奥顿巴 他的快速换装和他的人物复杂 他有足够的篇幅 能够让他非常完整的去表达出来 毕竟话剧它有很多的台词和肢体 能够让观众在现场切身地去感受到 但是电影有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它更多的是给观众的留白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方式的 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真的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任何完美在我看来 都不切实际 所以表演也是 我觉得没有一个完美的表演方式 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表演方式 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 跳脱和不准确反而有可能 会是另外一种效果 放松 内卷有什么用 其实放松也是为了内卷 人始终生活要张弛有度 人都是人 哪有随时随刻都想着工作的 这得生活的多无趣 该卷的时候卷 该躺平的时候躺平 人不要这么大的压力 和那么大的负担 不好的情绪就接受不好的情绪 接受当下所有的好跟不好 当然是肯定了 演员哪有不希望自己被提名得奖的 那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肯定跟鼓励 审视肯定有啊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自己 没有到达可以拿奖的地步 我对自己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的确是自己能力方面 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进步 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有的人早熟 有的人晚熟 所以我一点都不着急 我觉得很多大气晚成的演员 是我非常欣赏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先天性 非常有那种灵性灵气 这每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没有哪一条路是不对的 你只要把这些成长过程当中的东西 你能够通过你自己的非常正向的正念 去把它转换成无几的东西 能够运用到你从事的这个职业当中去 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多曲折 它一定是好的 我接受所有 最近给你特别多敏感的一些看法表演 我非常喜欢那个漫长的季节的情考的表演 好喜欢 我觉得我好像第一次看它 是一个这样的表演方式 我觉得它在这个里面好松弛啊 这场戏大家会预想到会怎么演 但它就不怎么演 很厉害 当然其他演员也好啊 我只是就突然就脑海当中 蹦出了情号的名字 我就单独说了它